歡迎來到行銷翻鏡大城 首先來本 那這堂課要教大家爬蟲get的實戰案例了 好 那這堂課我們就要爬下什麼東西呢 就是我們的知名外送平台Foodpanda裡面的資料 那我就以他們首頁下面的這些推薦的這個食物為例 好 那我們的目標我們首先要先確定我們想要什麼資料嘛 要不然我們就沒有寫爬蟲的意義了 好 那我們想要爬下什麼東西呢 好 那我們現在眼睛呢 我所看到的資料我都想爬下來 除了圖片以外 圖片太大了 我們沒必要把它載下來 好 那我們想要爬下什麼呢 我想要爬下這家店的店名 第二個呢 它的新等 第三個呢 它的這個分類是什麼 因為這地方有一些有寫店內價嘛 然後有一些有寫一些什麼這是專屬優惠 然後呢它後面的英文呢就是什麼呢 就是Noodle就是面嘛 然後有一些是什麼ChineseN的什麼 它後面沒有顯示出來 不過我猜大概是中式餐點 所以呢代表後面的這個是什麼呢 是這間餐廳呢它所賣的這些的分類 因為呢飲料店跟專門賣麵的跟專門賣水餃都不一樣 那這些資料呢取下來以後呢 對於你可能都有真正的一些分析意義所在 所以呢 這些資料呢這個分類也是很重要的 好 那 這後面最後面呢可能還有一個東西沒有顯示出來 我們待會呢會給大家看到 好 所以呢我們現在想要爬下這樣的資料呢 第一件事情呢要怎麼做呢 首先呢第一件事情大家就請幫我先呢點右鍵 在我想要爬的東西上面點右鍵然後按下檢查 好 所以呢我等一下想要爬下的東西呢 在HTML的部分呢它顯示出來 就會在這個span的這個標籤裡面了 好 那我再爬下這個 它這家店叫做刺激嘛 好 那同時我也想爬下順便爬下它新的 順便爬下它後面的這個 Tag的內容 Tag的內容 好 所以我往下再看 這個標籤裡面放的是新的 再往下這個標籤裡面放的又是Tag的內容 好 所以那我這樣子我該要怎麼爬會比較好呢 那在我這邊的給大家的建議 有沒有發現呢 如果你是今天要爬的東西你有沒有發現它都很相近的話 那我看八九不離十 它們三個都被包在同一個標籤裡面 都會有一個爸爸一次包著它們三個 好 所以我們往上找 這個標籤是不是包住了全部我想要的資料 所以我們在做爬蟲的時候呢 我的概念是這樣 第一個呢我先把這個 這個標籤給爬下來 我先把這個標籤全部的標籤全部都爬下來 這個標籤爬下來後假設有十個 那這樣就代表什麼 第一個我確定了 它裡面這個頁面總共有十間店 那接下來呢 我在一間一間的裡面去把它的這個店名 新等 還有相關的這個Tag 它這個分類呢 全部都給一層一層的抓出來 好 我們的分析概念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回到程式碼的地方 要怎麼樣去做呢 首先呢大家呢 那第十二行到第十四行的部分呢 先幫我做一個執行 好 那執行完 然後呢十七行呢 就是呢這個FuPanda的這個網址 好 那接下來呢就是呢我們去做這個request 這個在我們前面教學的時候有教過了 然後另外呢還有使用beautifulsoup的這個套件 然後去幫我們做解析 所以這兩者我就不多說了 好 那解析下來呢 現在呢 soup已經是爬下來 現在我們這個html整個網站裡面的內容了 好 但是呢我們現在想要的呢 是只有一家店一家店的這個小區塊 第一個小區塊 那第二個小區塊 圖片我不要 好 第二個小區塊在這裡 所以很明顯它有很多個小區塊 我往下拉就會發現有很多個了 好 那所以呢我現在要怎麼樣爬 爬下來呢 好 所以按照我們剛剛的分析 我如果用find all 然後呢尋找所有的這個標籤 好 而且它後面有class 後面有class 這就代表說什麼呢 欸它有一些特色 那我就把它特色也一起加進去 好 所以呢 在22行的地方呢 我就先使用find all 然後呢我們想爬下來這個標籤 它的class呢 這個叫做vendor 然後呢infor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22行這樣子的執行結果呢 可不可以 好 這樣子執行完以後呢 我們看一下get all呢 它總共有幾筆資料 我們用lamb把它給包起來 我總共有299筆資料 但是我不確定啊 這樣子的資料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我們要的 好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呢 我們的get all呢 這個get all呢 我們不確定怎麼辦 就看一下它爬下來的資料內容 因為它是正列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 正列第一個的內容是什麼 好 那第一個爬下來呢 是the pizza 那這個時候大家有 腦袋就會出現了一個問題 我們看到的第一個 不是叫做刺激嗎 它為什麼會變成the pizza呢 好 那事實上呢 我們可以來這裡搜尋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the pizza 那其實也不一定會有 不過它現在剛好是有的 那因為呢它這個 可能是亂數產生的 可能是亂數產生 或者是呢它是抓我們的這個地點所產生的 好 那所以呢每一次爬的呢 可能內容都會不太一樣 那這當然是因為我在這個上面 我並沒有先設下我的地址在哪裡 所以如果地址有確定的話呢 基本上爬下來的東西就會比較相似 好 那所以呢這個內容還是有在裡面的 只是呢他們是做一個亂數排列的 好 那排列下來呢 至少我們第一件事情可以確定的是 我們爬下來的這個資料是我們要的 好 真的是店家名稱在這裡 好 那第二個我們要的是什麼呢 是星等 那我們看一下星等在哪裡 星等的話呢 我們往下看 在這個地方 它是4.6顆星 因為剛剛我們比對一下那個the pizza 這家店嘛 它這邊是不是也是4.6顆星 好 那第三個呢 它店內價的這個標籤 我們找一下 好 這邊有個店內價的這個部分 好 所以店內價這邊呢也有了 好 那 那這邊呢關於它的pizza 什麼美式啊 的這個標籤都有 欸 這樣就可以一起爬下來 好 然後呢大家有出現了一個bonus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大家眼尖的同學發現 欸 還有外送服務費 然後這邊呢 欸 60塊錢 這個資料竟然也有 而且更奇葩的事情呢 欸 在網站上我還沒看到 在常常在爬蟲的時候呢 就會有這樣子的驚喜出現 欸 就是網站上你沒看到的資料 其實它後面有 然後結果呢 這個資料還比網站上的更重要 有時候會有這樣子的情形發生 好 既然如此呢 那我們就既然都看到 就順便把它爬下來吧 好 順手牽個羊 好 那所以呢 現在這個的確是我們想爬下來的資料 但是我們會擔心一件事情 欸 就 299筆 會不會 只是第一筆是這樣 它中間會不會掺雜 有一些其他的垃圾存在 好 那我們呢 就還是保險起見呢 我們現在呢 就來寫一個回圈 好 然後呢 就因呢 我們剛剛爬下來的所有東西 好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再往上看 它這裡面的標籤呢 spend 我就是特別把每一個店名都print出來 那如果它裡面有掺雜一些垃圾的話 要不就是出錯 要不就是print出來的東西 一點長的都不像店家的名稱 所以這樣我們眼睛一看就知道了 好 所以我們就一樣的 我們用剛剛的這個find old的方式 再持續的往裡面找 好 好 那我們這次選擇的方式 就是呢 我們一個一個i進去 一個一個i進去 那我就選擇i的 find 那我這邊就不用all了 我這邊就不用all 為什麼呢 我只要find 它的店名呢 名字叫做spend 它的標籤名稱叫做spend 但是spend呢 從上數下來呢 有很多個嘛 有很多個 這邊有一個spend 但是呢 它雖然說在第二個 但是它後面有個特色 就是它的class呢 有name 跟fn 這兩個class 所以呢 我指定了它的這個特色的話 基本上它不會爬到上面這個class 它會爬到第二個這個店家名稱 所以呢 我就選擇呢 這個地方呢 就是spend這個標籤 然後呢 它的class 欸 這邊已經有class 第三個這邊是name 好 然後呢 我這個地方呢 記得外面要加上一層print 把它給吐出來 用這種方式呢 可以去檢查一下 好 那吐出來的內容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看起來呢 好 我們快速的檢查一下 這是不是都是一個店家的名稱 裡面沒有掺雜一些看起來不像店家的名稱 噢 這個這個只是 他們的名字看起來很亂而已 但是事實上還是一個店家的名稱 好 那所以呢 這是我們想要的資料嘛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可以開始來進行爬蟲了 好 我這邊呢先把這個get0呢 再叫回來 好 我們想要呢 把 店名 第一個 店名 第二個 咦 新等在哪裡 新等在這裡 第二個 新等 第三個 就是他的這個標籤 第四個 他的外送費用 我想要把這四個資料呢 整合成一張CSV檔 整合成一張CSV檔 可以用Excel打開 所以第一個欄位就會是店名嘛 第二個欄位是新等 等等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我要怎麼樣去做整理 那是不是要呢 把它一行一行呢 都爬下來 每一個資料爬下來 店名爬下來 然後把店名的資料呢 放進一個陣列裡面 新等的資料爬下來 新等的資料再放進一個陣列裡面 每一個都按照順序放 最後再把這四個陣列呢 全部都整合成一個 這個Pandas的這個 DataFrame的格式 就可以轉成CSV檔了 好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怎麼樣去做呢 我們要一個一個 把這個店家的名稱給取出來 新等的東西給取出來 好 這個時候要怎麼樣去取呢 大家不要間就急著直接寫for回圈 那如果你對for回圈很熟悉的話 你可以這樣做 如果你不熟悉的話 可以先像我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就先把我們 這是我第一個例子嘛 就是我們用編號0 編號0的資料 我讓它先等於i 等一下for回圈的時候 我們的變數也是i 好 所以23行呢 我們先執行一下 我先讓它等於i 所以i就是它的第一筆資料 好 就是這個pizza這間店 好 那接下來第二件事情 我就去找一下 我要怎麼樣取出這間店的名稱 好 那剛剛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就是找spend這個標籤 好 然後呢 它的特色class 是name的 好 class是name的 好 所以呢25行呢 我們執行一下 好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所說過的東西嘛 好 那第二件事情呢 我們就要去爬它的這個新等的部分 新等的部分呢 我們要去找什麼呢 它的這個4.6呢 是被strung這個標籤給抱起來的 好 那其實呢 它裡面的文字有一點多 我們也不確定上面有沒有strung 不過沒差 我們就先用直接file的strung 然後一樣點txt去看一下 如果沒有爬到 我們再用別的方式嘛 欸 它真的有爬下來4.6 好 那這就正如我們所願的 好 第三件事情呢 我們想要取得這個標籤的內容 好 那這個標籤的內容呢 好 這邊呢 我並沒有打算把這些標籤全部拆開來 好 因為有些人是 有一些店是只有店內家 有些人呢 是店內家又中餐 然後又西餐 又火鍋 又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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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 好 所以不如呢 這些資料就全部都整合在一起 好 因為這些呢 把它拆成個別的欄位 也不太好拆了 好 所以把它整合在一個欄位 好 變成一整個字串 好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它這整個資料被包在哪裡 是不是被包在li的這個標籤裡面 然後它有個特色 class呢 就是以下這個很長的東西 好 所以呢 那我就直接用li的這個標籤 然後呢 它的特色就是class 是這個很長的東西 好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直接點txt 好 所以27行呢 我們做一個執行 它就一次幫我把這些東西全部都爬下來了 好 那最後一件事情就是我們不小心踢到的這個外送費用了 然後很明顯的它也被strung的這個標籤給包起來 好 那剛剛我們在前面已經用過strung了 好 所以代表說我們直接file的strung的話肯定是會爬到評分 然後不會爬到它 好 所以那就是幾種方式 要不呢 我們就用什麼 我們就直接用5o的方式 好 那我這邊呢 選擇用另外一種方式 好 那我用什麼樣子的方式呢 好 我選擇呢 往上一層去找它的爸爸 好 是誰包住他的 是這個span的這個標籤所包住他的 好 為什麼我選擇他 因為這個標籤呢 它後面呢 有一個這個data 然後呢 一個heavency的這個特色存在 好 所以呢 我先把 我的構想是這樣 我先把這一些全部爬下來 然後我把這些全部爬下來以後 再爬這裡面其中的 strung的內容 就等於是一個剝洋蔥的概念 好 所以呢 第一層呢 我要把這全部都爬下來 我現在highlight起來地方的東西全部爬下來 所以呢 我先把span的 然後呢 這個data cy 然後呢 後面有一個這個很長的內容 就在這個地方 好 這是它的特色 點txt 好 所以呢 這樣子呢 它就可以幫我爬下來 然後整個所有的內容 但是當然這後面就有包含了這個服務費 好 所以呢我們要把後面的東西一起清掉 好 所以我勢必呢 要把這整個東西爬下來以後 要去再做精煉 好 所以呢 我把剛剛的內容呢 先把它給存在 好 這個part1的這個變數裡面 好 那以上的這個內容都是一樣的 好 好 那這邊執行完以後呢 part2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把part1呢 再去特別find的 裡面strung的這個標籤 好 part1呢 經過剛剛的爬完 它只剩下這樣子 那現在這樣子裡面只剩下一個strung 所以find的strung 一點問題都沒有 好 所以呢 part2就很明顯的直接被爬下來 直接要strung 好 那我再取它的txt 那是不是呢 就是它價格60塊就直接出來了 好 好 那我剛剛的這一整串的這個分析 我是不是我店家名稱知道怎麼取了 評分也知道怎麼取了 標籤也知道怎麼取了 運費也知道怎麼取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東西全部給改成for回圈了 好 那改成for回圈的方式很簡單 首先呢 我們呢 先準備好 4個容器 4個list 來裝 我們想要裝的這4個東西 好 然後呢 那我回圈一樣就用get all的這個變數讓它進來 就是我們剛剛的這個變數 好 那剛剛呢我這邊在23行的時候呢 我這邊是不是也做了一個範例 好 這個變數呢就叫做i 好 好 那這是為了呢 我在這個for回圈這邊呢 我們的變數呢 我們習慣也是使用i 好 那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們的這個ship name 這個這個正列就是專門放我們店家名稱這個正列 它要append的 它要存進去的東西是什麼呢 它要存進去的是店家名稱嘛 欸 25行不就是我們剛寫好的東西嗎 好 我們剛剛寫好這個店家名稱 然後怎麼取 就這樣取 好 這個呢也是我們想要儲存的資料嘛 好 所以就直接把這一段 好 直接把它可以貼進去就好了 那第二個新等的部分呢 這個部分我們是不是剛剛也已經交好了 也已經都設定好了 那i是一個變數嘛 i是一個變數 所以呢它也就直接貼上去就好了 那第三個呢 取得標誌的部分是不是也在這裡 也直接貼上去就好了 另外呢 我們取得外送費的部分呢 欸 這部分呢 的這個公式也都已經取得 好了 所以呢 30行31行32行 有沒有發現呢 我都直接就把它貼過來就好了 其實46行可以不用啦 那大家其實是可以刪掉的 因為46行這個並不會做儲存 在47行append才會做儲存 好 所以呢 這個呢就是把 我們先用上面的這種方式 先 先 這樣子思緒會比較清楚 先把它給理清 然後呢 確認一下我們可以抓下來的東西 全部確認完以後呢 再一次寫成forware圈 要不然呢 如果今天這只有299筆資料 如果今天有2億9千萬筆資料 那你每弄完一次 要自信一下forware圈 你不知道要等多久 好 那這整個整理完的資料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這樣子整理完的資料 那我們在49行的部分 好 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給做成一個 Data Frame 好 我們就可以把它給做成一個Data Frame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好 我們也可以在後面呢 就直接點 這個 to csv 好 然後呢就直接呢 是我們想要的這個檔案名稱 好 那我這邊呢就把它給命名叫做 Food Foodpanda 好 然後點csv 好 這樣子就好了 好 好 然後後面呢記得全部都要加上encodingutf8 好 然後點sig 這樣子的話呢 它才不會出現亂碼 這樣才不會出現亂碼 好 然後另外呢也建議大家 index這邊呢等於force index等於force 好 要不然的話呢你會將前面的這個index 我前面現在這個0123 這些呢它也會變成一個欄位 這樣子就會很麻煩 好 所以呢 如果呢如果你想要特別儲存它的話 你就可以後面加上to csv 你就可以把呢 我們剛剛整理的資料呢 全部都把它給存起來了 存完的資料呢給大家看一下 那因為它這個格子非常小 我們把它做一個整理 好 那存完的資料就會像這樣 每一個店家的名稱 包含它的評分 然後呢 還有它後面的它有一些分類 好 然後包含呢它的這個外送的價格 欸這樣子我們就成功的全部都爬下來囉 好 那這個是我們這一次呢 在fulpanda上面的get的實作 好 帶給各位 好那我們這場課程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